李显龙总理表示 行动党虚心接受选民赋予的明确委托 并指出尽管表现不如预期 但行动党仍将倾全力带领新加坡走出危机 记者学书会报道 我国在冠病疫情阴影笼罩下 举行了非一般选举 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总理 在选后线上记者会上总结时表示 选举成绩显示 行动党依然获得选民广泛支持 国人也了解这次选举的重要意义 但选举结果不如预期 反映了冠病危机下 人民所承受的焦虑和不安 选举结果也显示了 一些国人深受危机的打击 对未来感到不安 一些人收入减少了 也担心工作和生计没有保障等 所以他们的情绪难免不好 由总理公署部长兼职总秘书长黄志明 领军的行动党胜港集选区团队落败 李总理形容这对第四代领导班子来说是重大损失 他们全力争取每一张选票 希望能够获胜 虽然是与愿违 我们尊重圣感选民的选择 志明是职工总会的秘书长 因此我的团队失去了重要的成员 我鼓励志明和他的团队 继续以不同的方式为民服务 李总理指出 选举结果说明我国仍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 政府将继续以实际行动争取投资者信心 也是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的副总理王瑞杰则重申 将继续推行我国经济转型 保住公有饭碗 对于昨天投票站出现大牌长龙的情况 李总理表示政府将全面检讨 确保下一届大选的投票日安排更完善 随着选战落幕 李总理说我国眼前仍面对重重的挑战 他因此呼吁国人抛开分歧 沉着应战 并且承诺将继续与国务执政 尚达曼和张志贤 以及第四代领导班子 带领国人渡过难关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国务执政